叭绕的身材,迷人的面孔,他就是妩媚,性感的代名词,在美女辈出的年代演押官之邻,张敏,立志,这个人就是被称为香港四大游物之首的叶玉清。 可以说他凭借一己之力,开启了香港三级片的先河,使得后人纷纷效仿。 但他却在事业巅峰期选择隐退结婚,从一代艳星到八十亿豪门贵妇,叶玉清的一生属实精彩至极。 1967年,叶玉清出生于香港的一个富裕家庭,在旁人眼中他就是典型的金枝玉叶,受尽家人万般宠爱。 一次偶然的机会,叶玉清在街头被星探发掘参加了亚洲小姐的选美大赛,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获得了几军。 值得一提的是,他的哥哥叶志明,是亚洲飞途唱片公司的老板,身价十几亿,实打实的娱乐界大佬,因此叶玉清的起点与他人相比要高出许多,但他的成名之路却是诸多不顺。 叶玉清的演艺生涯刚开始一直不温不火,先后出演的几部电影和电视剧,都没有很大的反响。 他深知,虽然自己长相出众,但当时的香港,各色家里贫出,根本不差太一个,为了提升知名度,叶玉清只能另寻他法。 1991年,杂志社邀请叶玉清拍摄《性感封面》,他立马印下了这个邀约并全落上阵,拍摄了一张极其香艳的照片,杂志一出瞬间引起了一番波动,当年的香港男人几乎人手一本,就这样一夜之间,让很多人都记住了他的名字。 但他的成名方式却不能被别人接受,都认为他是靠裸露身体上位。 尽管如此,还是有一些拍情色影片的导演找到了他,他借此机会,一年连拍了三部三集影片,轻不自禁,果为轻狂,轻本佳人,尺度一步比一步大,他的性感火辣,让男女未知吃惊,傲人的身材在荧幕上被不断特写,强烈的视觉刺激,让现场的观众热血沸腾,因为够胆够野性也能脱,一时之间,叶玉清成了众多人的梦中女神。 就这样,叶玉清靠着这三部风月片人气不断上升,从此依托成名,成功地进入了当时一线女星的行列当中。 虽说是有了知名度,但叶玉清的内心却是备受煎熬,因为在他的首部三集影片上映时,他作为嘉宾出席现场,但却遭到了媒体狂风滥炸的提问,和旁人对他恶意满满的嘲讽,好几次忍不住跑到洗手间痛哭,最后他只能擦干眼泪,重新回到了现场。 而叶玉清也知道,以这种方式成名,只能引起一时的热度,想要站稳脚跟还是要以实力说话。 趁着当时发展趋势比较好的的情况下,他想从脱星行列抽身而退,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件穿上。 于是,他立刻加入了哥哥的唱片公司,1992年叶玉清发行了歌曲《挡不住的风情》,这张单曲销量大卖,太人气又回归顶峰,从一名艳星成功地转型成为了歌手。 他并不止不于此,他决定向歌台影坛两期发展,总要做出一点成绩,事实上叶玉清也是做到了。 当年由他主演的爱情文艺片《天台的月光》,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及最佳女主角提名,之后的红玫瑰与白玫瑰,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提名,他也是向观众证明了,自己不只是靠身材和美貌才走到今天的地位。 叶玉清的转型之路可以说走得十分顺畅,但是他的感情生活却是一波三折。 叶玉清的初恋张国基,他也是以选秀出道,两人一见钟情成为了男女朋友,却因为工作原因常常聚少离多,两人的关系只维持了两年的时间,就宣布了分手。 之后又在拍戏的时候遇到了比他大15岁的吴卫国,叶玉清对这段感情非常的认真,他觉得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行为上,吴卫国能给到他足够的安全感,甚至动了结婚的念头。 他们两人在性格上,一个外相,一个内敛,按道理来说都能互相迁就,但实际他们两个的恋情不到三年就结束了,据说两人分手的原因是因为理念不同,才选择分开。 之后叶玉清就开始有目的地进行选择,要谈以结婚为前提的恋爱。 直到1996年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时候,他遇到了美籍商人胡兆明,胡兆明也是个成功的商人,两人谈恋爱不到一年的时间,就突然宣布两人结婚的消息,只能说两人都是自己的理想,并且他并不介意叶玉清充满厌情色彩的过往。 胡兆明的家庭在美国,他也就随之远嫁美国,叶玉清之前在采访中也说过,自己会在30岁结婚并且退出娱乐,结婚的那年刚好是29岁,还提前实现了自己的目标。 叶玉清嫁给胡兆明之后,他不只是单单做个夫太太而已,除了帮助丈夫开拓事业之外,还自己策划投资,并涉足银行,房地产等多个领域,甚至自己名下也有多套房产,一度身价达到80亿。 相对于一心只想挤在豪门,随时都有可能被踢出局的人,叶玉清才是真正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的理人。 但自古以来,婚后很多人都会为婆媳关系发愁,而叶玉清也不例外,婚后的婆媳关系却非常紧张,婆婆不满她是明星,再加上之前三级片的存在,更是不能接受。 期间,胡兆明就在中间不停地劝导,直到叶玉清生了一个孩子,才缓解婆媳两人之间的关系。 之后,两人的生意越做越大,叶玉清也是坐稳了豪门扩胎的位置。 但做生意难免有风险,不是每时每刻都是风平浪静。 期间有媒体爆料称,胡兆明破产,就连叶玉清也不得已付出拍戏赚钱养家。 而叶玉清一心护肤,还特意召开新闻发布会,承认胡兆明已申请个人破产。 他再三强调,这只是一种保护产业的方式,可以看出护肤心切,表露无遗了。 正如叶玉清所说,我并不是一无所有,只要不关乎生死,都不是大问题。 从艳兴到富泰,面对挫折叶玉清,自信自强,从头到尾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最终还收获了自己的幸福生活,他是值得被祝福的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,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